那龍柏你也推薦沖繩 你的地盤要吃什麼 其實我都覺得很好吃 但有一樣你會覺得 它很 東西看起來很普通 但它卻非常好吃 目前只要自由行去 大部分都會買 因為它本來從一家本店 在國際通大家有去過的話 裡面有一個市場通 叫做那個木製市場 在旁邊是本店 它從一家店 這三年四年 它開到三家店 它最基本的是290塊 然後它就是一個飯糰 然後裡面夾著餐肉加蛋 就很好吃了 日本很愛餐肉 對 然後如果說 你今天吃完這個 你覺得不過癮 它有苦瓜 剛剛有說豆腐 對 餐肉跟蛋是基本的 還有加上那個蝦 而且最貴的是400塊日幣 好便宜喔 對 所以那邊有很多種類 總共有8種類 我跟你講現在只要去 在國際機場旁邊 我肚子餓了 國際機場旁邊的那個 國際機場一樓啊 排隊 那大阪跟京都必吃的 會是什麼呢 漢堡牛排拉麵 懷石料理 我覺得大阪有一家很有名 就是很好吃的一個漢堡店 牛肉漢堡店 叫那個東陽庭 因為那個汁是不一樣的 然後吃了之後那個肉汁 咬了之後那個汁都出來 我就快感動了 去到那裡啊 不管你在哪一區 你一定就是要吃他的拉麵 對 然後因為你當 你應該說大阪的拉麵 跟東京的拉麵 口味也不一樣 因為水質 或是所有的 他製作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我跟我先生 非常愛一家神作拉麵 這個拉麵呢 它有 因為拉麵大部分都是很濃的 然後就是可能比較油一點 可是吃久了 你會覺得很膩 那神作拉麵 我喜歡是因為 它有清淡的 然後它還有一些變種的 比如說它有放泡菜 還有滿滿的蔥 因為我很喜歡吃蔥 它滿滿的蔥 然後我去吃 吃到我在這邊拍照 因為我們那天有吃神作 又吃金龍 又吃他們道地的 他們市場那邊的一些拉麵 我們排行榜 這一 神作這一個 算是我的前三名 假的 我在愛金龍耶 金龍好吃 但是金龍太油 像我就會覺得說 那吃 可能你可能吃一吃 你就覺得好吃 但你不會不敢把湯喝完 那你就會覺得那是痛風湯 可是神作的這一個拉麵 它是清爽到 你覺得那整碗 喝完你還想叫它加湯 而且它很暖心喔 它就是你吃完之後 你麵可以無限一直加的 這好適合大胃往去 我在京都也吃了一個 很特別的拉麵 就是是那種排行榜 千乳名裡面 其實我很少會去那種排隊 然後就是 我們等了四十分鐘才進去 因為這個地方只有八個人 可以一次進去 然後你要等在外面 而且那時候冬天 他們有一個小帳篷 大家都在裡面就喝東西 就等了四十分鐘 到底有那麼好吃的 因為那麼喜歡拉麵 拉麵等四十分鐘很久 很久 對 超久 但你進去的時候 他們馬上說手機給我 然後你說 什麼意思 他們都把手機都 他們有很多手機那種 自拍棒在對面 他們幫你架 然後會面對你說 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幹嘛 八個人 所以然後他們就開始做 我有提供影片不知道有沒有 然後他們就有那個油 刀上去突然就這樣 全部都是火 然後油就噴到到處都是 超酷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他現在在講說 他一個燙傷的故事 很好吃 對 他們也叫你戴一個那種 有點像麵子 大的 然後所以你的衣服不會被噴到 然後叫你就 你要往後一點 這重點好吃嗎 超好吃 這個就是阿龍被噴到以後的表情 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叫你 他們說網上看喔 就是他們喜歡很可愛的樣子 他們叫我這樣 所以你要 他很有趣耶 所以他湯頭是怎樣 是清淡的嗎 還是濃郁的 比較濃郁 而且有一點微辣 如果到大阪 其實大家都集中在那個 新災橋逛 跟到敦爵吃東西 其實在新災橋 像你喜歡去金融拉麵對不對 對 旁邊這樣子在走到底有沒有 就有一家叫做那個余心 他在那邊 你都要排隊 我第一次去排了一個半小時 第二次大概排了四十分鐘 他的壽司呢 就像你們現在所看到的 就一般壽司 但是他很大 那個鮪魚 他大概是我的拳頭 三分之二大 怎麼大 你如果想要滿足 我剛好一顆下去 搞不好你就很滿足了 哇 真的 他的汙泥看起來很多耶 很多 然後這家店呢 我告訴你 都是香港韓國的一般自由行客人 然後日本客人最多 你不用預定 你去排隊都OK 然後它是一整棟 一樓就是壽司店 二樓的話是日式料理店 然後三樓的話有沒有 有其他的 都是同一個老闆 可是這個東西不吃的話 都不可以說來日本 哪一家 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 喔 懷石料理一定要 懷石料理 懷石料理 這個來日本的話 一定要吃的 可是懷石料理 很多不接外國客人耶 對 有一些京都的 就很傳統的保守的店的話 就沒有開發 對 可是現在的話 很多家可以吃飯 這個是在名古屋 我去那邊的時候拍的 這個叫做 這個店名叫做 那大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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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大阪 明古屋 東京都有的 一個很有名的料理店 這個算是比較高級嘛 對 午餐的話大概一千台幣 然後晚餐的話大概四千起跳 哇 午餐滿多的耶 對 晚上真的很貴 所以大家推薦 就是午餐的時候比較 因為午餐這樣分量也剛剛好 大阪 京都很多好吃 像上次我們看人家推薦說 有一家咖哩 它是所有旅遊書上 都會介紹低迷的 我知道你說的那個 那老太太老 那老闆娘是老太太 對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 我不喜歡中藥味的那種咖哩 所以其實就是 有些人喜歡 就有些 如果是人氣排行榜 你還是得要小心一下 對啊 並不是可能適合你的口味 其實如果你喜歡吃咖哩 可以 我推薦這一家 這是在大阪嗎 沒有 這個在京都 它其實有很多分店 它的名字 就是德道的德 正方形的正 我知道 德正 蛋黃 就是很高級的意思 像我們這邊的俊男美女來台灣 一定有試過沙茶嗎 有 你們單吃沙茶覺得還好 如果加了蛋黃 會覺得味道不一樣對不對 我咖哩第一次覺得 蛋黃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味道是超正 真的啊 然後它的炸豬排呢 你咬下去外酥內嫩 我不想 好吃的東西很多 但是這一個的 它的那個味道呢 在台灣我從來沒吃過 它是我在 北海道到沖繩 吃過所有的咖哩飯裡面 最第一名 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超推薦這一家 我這個嘴角快流口水 你說說第一名耶 對啊 好啦那東京的必吃多的咧 那就是 咖哩燒肉 臥壽司 銀杏串 就是小梁哥該吃的 好啦 日本啊就是有很多美食啊 但是因為我以前住在那邊的時候 你就是會常常去一些就是 大家都不是常去的一些店 因為不太像那種高級的餐廳啊 或什麼的 那我是覺得啦 有一家叫做 Gogo Curry Gogo Curry 這個也OK 然後其實它是不只東京啊 是其他地方也是有 我帶了我老婆去東京的時候 我第一天就是帶她去這個 她也是覺得 好吃到不行 然後她就是說 後面的我們其他店 其他天宿在那邊 她也是想要去那邊吃 而且東京一定要吃 日本肯定要吃燒肉啊 一定要 對 而且燒肉你看吃了那麼多 我們也這樣算是世界各地吃 吃後來我覺得 這一家是我覺得 就是它算中高價位的一個燒肉 去序院 它算高價位 對對對 就是 但是我覺得你一定得要去 你如果想要在燒肉 找到一個可以讓你覺得 不太一樣的風格 我覺得序序院一定可以去 當地人超喜歡 很喜歡耶 對 因為你去那邊 而且你一定要定位 這樣去一定沒有位子 那我介紹另外兩家給大家吃好不好 因為序序院我以前 我自己帶小孩出國的時候去 會很喜歡去這一家吃 後來發現它的價位真的有點高 然後我就問了那個艾莉絲 他就推薦了我另外一家 叫做Champion 我介紹目前 Champion 介紹給每一個人去吃 而且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喔 我上次介紹給夢多他去吃 他整個覺得太羞愧 當日本人了 在哪裡 在哪裡 他有很多家分店 我再把地址給你 你知道他們家有兩家 就是一家這個Champion是 他最高的套餐一個人是 一萬零八百日幣喔 那是會讓你吃到飽到 你已經要吐的那一種 然後它的每一個肉都超好吃 它有一個肉是 你只要算一下 然後沾蛋黃 然後它有一小坨 專門配那個肉的飯 我的天啊 你一定要吃那個肉 太好吃了 那一家叫做Champion 然後還有另外一家 如果你要吃高級一點點的 它的肉是真的很棒喔 那一家叫做Jumbo 叫白金燒肉 這兩家燒肉一定要去吃 超好吃的 白金燒肉 這兩家都要訂啦 據我所知道 如果來東京要吃燒肉 我有兩個推薦 一個是叫牛杖 牛肉的牛 三杖的杖 那日本人不怎麼吃那一杖 對啊 但這家店除了是牛肉的大盤商 其實也是他供應的 真的喔 這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他的老闆就是 就是有問題要直接找祖墳 對 然後這家店呢 它其實它沒有很多分店 那你只要搭那個地鐵 去那邊吃也要排隊 而且說真的 現場排隊的日本人有沒有 大概都排兩個小時 它不能訂嗎 不好訂 日本企業要訂 還要在大概一個月前訂 所以這家店厲害到這樣 然後它裡面所走 那個內臟有沒有 日本不是在那邊全部都吃 真的 對 這麼好吃 對 那第二家店的話我要講 日本人不吃內臟 但這家居酒屋 居酒屋 我告訴你也是很厲害 它全部都是在做內臟 唉唷 然後日本人不吃 在裡面喝酒配內臟 這很厲害了吧 而且在那邊看不到外國人 哪一家店 這樣最好 這樣最好 它的名字叫秋圓屋 秋天的秋 一圓兩圓的圓 你只要搜尋 它一樣坐地鐵到那邊都很方便 而且 那個 那個都是我告訴你 這兩家店 有經過驗證的 呃 我記得我剛剛說的牛杖有沒有 在台南很多都很有名的牛肉店 對 就是都 都是生肉直接處理的嘛 對不對 他就說這家店很厲害 對 好感人喔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